圣盖博士政治联盟第二届商业成就奖在圣盖博士乡村俱乐部举行 两大知名华人企业圣盖博士喜来登酒店和美国范语集团获奖 喜来登酒店总经理陈茜颖和范语集团董事长吴正国代表领奖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出席并表示祝贺 联盟主席Jerry Velasco做开场介绍 联盟执行理事Ed Ridden表示 首先非常荣幸请到江俊辉先生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 其次感谢喜来登酒店为大家提供的优质服务 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精致美味的食物 同时也感谢范语集团在住宅贷款 房屋地产资产管理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表示 加州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州 他作为财务长就像是整个加州的银行管理人 负责各政府各城市的开支预算 尤其在中小型企业的成长方面 倾注了很多努力 近年来 在各大城市企业的努力下 医疗学校老人福利院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改善 财务状况也更上一层楼 美国范语集团董事长吴正国表示 能拿到这个奖对自己是鼓励也是激励 回顾范语这三十多年 从一个小小的人寿保险公司 逐渐成长为现在一个横跨美国东西岸 及健康保险 住宅贷款 房屋地产 资产管理等服务 与一体的财务规划平台 未来 他将继续努力 重点为亚裔社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圣盖博喜来登酒店总经理陈茜颖 简短而全面地介绍了喜来登目前的经营规模 及员工数量 并感谢圣盖博士 政治联盟能给予他们这个成就奖 以后将不遗余力地为民众继续提供贴心服务 来自Kare Beyond的Rajiv Shahelf 获得创新奖 感谢圣盖博政治联盟的同时 也非常感谢自己的家人和同事的支持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